和人类一样在端午节吃粽子 还喝茅台饮凉茶 生活在广东长龙野生动物园的国宝 夏天是怎么过的 看这只叫酷酷的大熊猫就知道 夏日炎炎 这么热的天 穿着毛皮大衣的熊猫们 也有些受不了 但是熊猫们的奶爸各有妙招 这个像茅台一样的竹子 就是酷酷的奶爸亲手制作的 不得不说 奶爸的执行能力是杠杠的强 拿到茅台的酷酷 试着咬瓶带 咬了会发现 自己竟然有点咬不动 没关系 奶爸精心制作的吗 给这个瓶子留的时间长一 喝完毛苔了 还有熊猫界的水果捞 看这个篮子上 放着胡萝卜和荔枝 酷酷闻了闻 转而把荔枝拿在了手上 嘴里咀嚼不停 人类挺会挑啊 非常的好吃 而且不止这些 夏天常吃的西瓜 酷酷也吃到了 并且会把西瓜皮挑出来 专吃红心狼 除了这些还有凉茶 对着竹子做成的杯子 就是一顿猛西 简直是入香随俗了 还有专门给他制作的粽子 粽子放到篮子里 给酷酷递过去 拿到粽子的酷酷 先是看了看 然后开始酷酷地悬 先是吃竹子做的篮子 后来篮子掉到地上 开始吃之前遗落的粽子 对酷酷来说 反正都是竹子 先吃哪个都一样 就是说这日子过的 不愧是国宝 当然酷酷也是有才艺 作为吃油的做旗 使出立跋山吸气盖式的实力 看着这个像竹竿一样的东西 上面怎么还有东西往下掉 酷酷试着开始摇晃 哎 竟然不比竹林里的竹子好晃的 忘记说了 酷酷跟之前有名的 大熊猫国庆是一个地方 它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分别叫萌萌和帅帅 看完了广东的大熊猫 有没有好奇其他地方的国宝 夏天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脱不掉的毛衣 降不下去的温度 面对几十度的高温 熊猫也很想散热 国宝直呼 夏天什么时候能过去 虽然这样说的 但依旧有不少积极营业 比如北洞的蒙兰蒙二两胸 三十多度的高温 蒙二从空调房里探头探脑出来 欢快地往外面跑 但没跑几步 又飞速返回去了 营业是想营业的 毕竟北洞K派非常需要本熊 但外面这么热 熊猫就不凑热闹 等什么时候凉快 再和蒙兰那小子一较高低 上班结束 蒙二下班的时候 速度和反应力也是很绝的 这么热的天 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 同样想要营业的还有蒙兰 也是从空调房里面探个头出来 但还没一秒 头又缩了回去 浅猜一下三太子的心理活动 一方是外面好热 本熊不想出去 一方是人类们还在等着他 蒙兰犹豫来犹豫去 差点就三进三出了 也有很多时候 三太子是不具温度的 无所谓 热了就回空调 无惬意地吃会儿竹子 凉快一点就出来 不能让他们的票白买 不过熊猫们是怎么降温的呢 最常见的一个 就是物理降温了 这也有一个通俗的名字 叫冰块散热法 大雪颜色一样的冰块滑溜溜了 惹得熊猫就在上面滑动来滑动去 好不惬意 既得到了良意 也玩了一遭 国内国外各个 有熊猫的地方几乎都有 像是韩国的爱宝一家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 爱宝会在冰块上蹭来蹭去 江爷爷想让爱宝回去 爱宝一直想挨着冰床不想动 无奈江爷爷只能再次呼唤 另一边的乐宝也是这样 站在冰床上伸手找竹子吃 很快乐的了 你要问福宝呢 福宝趴在冰床上面 就是起来的时候不是很好起 差点毛留在上面了 当然爬的次数多了 冰块上也会出来一些杂草 或者变个颜色 萌兰看到冰块的时候 还会像抱孩子一样 抱在怀里使劲蹭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对夏季的熊猫活动 也曾经进行过解说 温度清爽的时候 让熊猫们在外场活动 感受一下新鲜清爽的空气 当温度高了起来 就会进行兽猫了 我们之前见到的花花荷叶 它们回去 也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要是熊猫不想回去 那要怎么兽猫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滋水兽猫 武力兽猫 学熊猫声音兽猫 国宝大熊猫有多难受 天气炎热的时候 熊猫不想回去怎么办 这就要问问几位 很有经验的奶爸 看发姑奶爸 在之前炎热的时候 熊猫不想回去 就有人问发姑奶爸 不想回去为什么要强制兽 但其实如果放任 熊猫在外面活动不过 很容易发生意外 那问题回来了 熊猫不想动怎么办 先叫几声 不行的话拿窝窝头小苹果 之类的美食诱惑几番 要是还不行 只能进行最后一波 滋水兽猫 这天有两只大熊猫不回去 发姑奶爸拿起水枪 滋了几下 终于回去一只 没想到外面还有一只 奶爸只能下场 爬上木架 辛苦和猫掰扯到了 几番唇枪舌战 熊猫才下来了一 后来几位饲养员骑上阵 终于把这只滚滚劝了回去 据熊猫界业界传闻 这个滋水兽猫法的 创始人是谭爷爷 那天爱九爬在树上 不想下去 谭爷爷叫了好几声都没用 小苹果诱惑似的 往树上顶 结果爱九吃完美食 事后不认人了 他还顽皮地往下看 像个调皮的小孩 百般无奈之下 谭爷爷和旁边的 饲养员拿起了水果 很顺利啊 熊猫洗了个凉水澡 自己从树上爬了下来 这次收猫虽然从开始到结束 历经两个小时 但新的收猫伴了 再后来被众多奶爸沿用 有一只小熊 就想和奶爸贴贴 靠在奶爸身上不想回去 在一番斗智斗勇和武力压制之后 终于收猫成功 但转头一看 好家伙还有一只呢 那就继续 不过还有一个收猫法 非常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那就是饲养员竟然也学会了 熊猫仔仔的叫声 以此诱骗国宝们下去 不得不说 奶爸奶妈们真的是多才多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老爷有什么看过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